为了加快有线电视数位化的脚步 千连港督有线电视正经罗密谷进行数位转讯工程 近临雅区的两个转讯光点后 11月23号来到三明区同德里为收视户安装机上盒 由于还没身装机上盒的收视户在转讯后看不到电视节目 立即向现场待命的数位转讯服务站提出申请 在安装机上盒后画质随即变得更清晰 为加快有线电视数位化速度 千连港督有线电视21号开始 就陆续针对零雅三明及左营共12个光点 收视服务范围进行数位化转讯 记者现在来到三明区这处正要转换数位光点的大楼 可以看到千连港督工程人员全都做好最专业的准备 要为收视户铺设计上盒 安装后就可以获得清晰的收视品质 在类比讯号关闭转换为数位讯号后 工作人员立即接受到收视户反应 无法看到电视节目的讯息 在工作人员说明原因后 同意安装数位机上盒 便随机前往收视户家中进行安装 目前这区类比讯号已经全面关闭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千连港督工程人员 正加快脚步在为收视户安装机上盒 在完成装设机上盒 除了可以立即从电视上获得清晰的品质 另外为了让用户清楚机上盒的使用 工程人员也都会细心讲解操作方法 让收视户直呼就感心 电视车一个一个的主选单 那我们如果要看电视的话 按OK进入电视频道 就可以开始看电视 从早上开始会做一个转讯的动作 然后依现场的状况 让附近的居民来受理装设机上盒 那这一区现在它的装设比例 已经到达九十几%了 千连港督如此马不停蹄 推动数位化转讯作业 就是希望提供收视户最好的收视服务 除了数位转讯服务站工作人员现场待命外 事前准备更是重要 透过电话说明文宣传达等多项管道 提醒收视户身装机上盒 毕竟有线电视数位化是政府政策 更是收视户的权利 一台电视必须身装一台机上盒 并非口号 千连港督呼吁收视户急走身装 感受更加的收视品质 港督新闻攀植光果少君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